淮河起源于哪儿? 淮河古称淮水,位于我国东部, 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,是我国七大河之一。 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铜百县西部的铜百山主峰太白鼎西北侧河谷。 淮河干流可以分为上游、中游、下游三部分, 流域地跨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湖北、山东五省, 流域面积约为27万平方公里。 受黄河的长期影响,淮河的地形和水系发生了很大变化。 河床普遍淤高,形成了新的湖泊, 如洪泽湖、南四湖和洛马湖。 淮河是一条具有特殊意义的河流, 历史上以淮河为界线,将我国分为南方北方。 至今秦岭淮河一线仍在各种场合中使用。